欢迎来到重品味频道 今天我们用艾蒿来做艾条 这是买来的 不做这种 这也是买来的 另外一种 也不做这种 今天咱们做这个 非常简便 非常容易 看 这是自己种的艾蒿 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 茁壮成长 一般的情况下 肥水不用管理 它会越长越多 我们先剪下一些枝条 把它们充分晒干 所需时间约两三个星期 看 这就基本晒好了 我们把它的叶子 给它取下来 先给它剪短 这样把叶子 撕下来就容易一些 艾蒿的作用 与功效有 消肿止痛 改善睡眠 去失止痒 温精止血 艾叶富含 挥发油和黄铜类化合物 具有抗炎作用 具有抗炎作用 可以减轻炎症反应 和红肿症状 黄的叶子 给它挑出来 就不要了 这些枝条 也不要了 咱们先用手 给它抓一抓 让它形成一个粗的长条 然后用剪子 随机的 任意的给它们剪碎 剪的大小 无所谓 搓成条的目的 就是为了容易剪 可以再搓一搓 揉一揉 剪一剪 在此过程中 如果有这种 小的叉的话 给它们挑出来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艾叶 装到一个 有拉锁的塑料袋里 封口的时候 把里面的气体 给它压出去 这样保存几个月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这样使用它 先拿出一点来 放在手心里 给它搓 搓成这种形状 然后放在容器上 稍微按一按 让它形成一个圆锥体 立住 然后点燃 这徐徐上升的清烟 可提升阳气 改善气血不足 消毒灭菌 预防流感 增强免疫力 还可以去除异味 去除蚊虫 晒好的艾蒿 可以放置三年 那就是三年的 陈艾蒿 放置五年 就是五年的陈艾蒿 这样做出的艾条 不需要任何纸张 也不用把艾草 打碎 捣碎 擀碎 等等 制成艾绒 方法非常简单 一看就会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